好,第三個我們要介紹的是照相機 其實照相機最古老的照相機是什麼相機呢? 其實是針孔成像的方式,對不對? 它就是經過針孔形成一個倒立的實像 那不過呢,因為有了這個凸透鏡之後呢 所以就可以用凸透鏡來把這個像呢 一樣的把它倒立的印在哪裡?印在底片上面 所以呢,照相機其實它是一組怎麼做的呢? 它其實是由一組 基本上是凸透鏡構成的像的錄影 所以我們幫忙請問子都講到凸透鏡 考到這個單元,四字四 一組凸透鏡構成的鏡頭 一照鏡頭 像你們那個單眼相機的鏡頭主要就是凸透鏡的部分 好,那它是怎麼樣呢? 一個相機有幾個構造,我們看一下 這個相機呢 我們把它簡化來說 它是一個盒子 然後呢 這邊是鏡頭 這都是經過簡化 因為當然就很簡單 好,這個呢就是鏡頭 好,它有什麼構造呢? 我們知道這個進光的量呢 要用到什麼東西? 就用到光圈 所以有東西叫光圈 你這樣轉,你可以轉那個大光圈跟小光圈 好,所以呢 它在 好,這邊有一個可以控制光進入的量 叫做光圈 好,那還有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按下去那個,看它那是什麼意思? 快門 快門可以決定光的量對不對? 好,決定光量的量 一個是光圈 大光圈又小光圈嘛對不對? 第二個是快門 快門可以決定你那個瞬間進來的光量對不對? 我們知道如果快門太慢的話 會曝光落度對不對? 好,所以 那光圈也是可以控制光的量 所以這兩個東西要調整到一個 完美的境界才會開始很好看照 好,通常光圈越大會越模糊 為什麼呢? 跟那個針孔很像對不對? 針孔的孔開越大會怎樣? 越模糊嘛對不對? 所以光圈不能開太大 可是開太小又怎麼樣? 又太暗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是技巧 就是攝影師的技巧 好,當然這邊還有一個門叫做快門 快門決定曝光的時間 曝光時間 所以快門有些高級的相機可以 你可以調快門的速度 像如果要拍星星 不要走快門的 沒有很慢很慢的快門 因為他可能開晚上 再關下來 因為很慢快門 像那個晚上 如果你要在餐廳裡面拍照 是不是要開閃光燈對不對? 如果不拍閃光燈 開得到嗎? 可以 可以 但是你的快門要設定很慢 而且大家不能動 因為你動會怎麼樣? 就看到那個影子對不對? 看到影子 好,所以這是曝光的時間 那這個是光圈是晉光的亮 太陽出來 太陽出來了 好,太陽出來了 好,那我把這個講出來好了 好 最後一個是什麼呢? 最後一個就是 以前都用什麼呢? 以前都用所謂的底片對不對? 對 底片 所以這邊有個以前會放底片 那現在都放那個數位式的 感光圓件 感光圓件 裡面可以做什麼事? 它可以感光 好,以前是用叫做鏽畫影的一種化學物質 它遇到光它會變黑 所以就可以拿來這個 可以拿來做那個曝光的亮 AGBR 不過現在已經被淘汰了 現在就用數位相機的那個 好,所以同學 那 這是關於它的一些構造 那請問這個成像是什麼像? 你要 你人這麼大對不對? 可是你的 你要 因為 你要變成筆片裡面的人 你要怎麼樣? 縮小對不對? 一定是縮小的 所以呢 那個光怎麼走呢? 是 一定 物體在哪裡? 物體通常在哪裡呢? 物體通常在2Fy 物體在2Fy 所以物呢 必須要在2Fy 好 這時候呢 它就會 沉降在哪裡呢? 在底片上面 所以 物體必須在兩倍焦距之外 才能夠形成 倒立縮小的十項 好 倒立 拍近一點的話 欸 其實它的 它的鏡頭都是 可以 可以調整的 基本上都是在2Fy 對 那它只是讓你 調整這個距離 你知道嗎? 你距離拉遠一點 那個像會比較怎麼樣? 碎性的 你可以控制像的大小 知道嗎? 好 可以控制像的大小 好 你看喔 如果底片往後拉遠呢 這距離就變遠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它用這種方式來調解 那個物體的大小 好 所以呢 它會形成倒立 縮小的 日古老相機 對 現在 不過現在光學原理還是一樣 好 好 OK 這樣可以嗎?